哈囉我江江今天呢 跟大家介紹打本 獲得的這些 先把它拿出來好加成 像我現在26樁 比較不會用到 9階以下的所有配件 那這些全部都是我打本獲得的 很多人不知道 他可以拆掉 怎麼拆呢 我先把他全部拿出來 像我現在拿出來這些配件 他除了可以 拆掉之外 他還可以什麼 還可以合成 比方說 三個合在一起 他可以用人造芯片 提升這個成功率 那他如果爆掉的話呢 他會獲得龍鐵 龍鐵 一定程度 合成率是100% 這個是 老玩家幾乎都知道 但很多新手還是 不曉得他怎麼用 OK 比方說我現在合成這三個東西 然後我如果用龍鐵 他是百分之百會獲得 其中一個 那會變什麼呢 不知道 那我先不要浪費這個龍鐵 龍鐵呢適合用在什麼地方 用在槍口跟 握柄 還有你想要的配件上面 我們也沒有這個芯片 那我不想浪費 這個10階的 配件 我們用比較低階的好了 低階的 比方說 最容易成功的 就是1階 2階跟3階 那我現在 試看一下 2階的 三個加起來 堅持合成 沒有他失敗之後 他會獲得龍鐵 一個而已 那這龍鐵 累積到一定的數量 你就可以合成 更高階的東西 比方說三個藍色變成紫色 三個綠色變成藍色這樣子 那我現在 今天是要跟大家 介紹的是 他這個配件 要怎麼拆 我們找到這個 家用修理台 這個在這個家具 家具店那邊去製作出來 那首先按修理 分解 這個中間的分解 點他之後 他這邊有一個 降級分解 是 是否 已經做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銷毀分解 那 在這同時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 天賦裡面有一個 製作 有一個配件分解 這裡 就是 如果我今天 對清武器的 配件進行銷毀的話 15%會獲得一個 機械材料 那如果你點滿的話 他的 趴數機率就越高 來我試試看 把它全部點滿 我現在就除了這兩個 沒有辦法滿之外 其他都滿了 配件分解都會獲得15% 如果點滿狀況下 但前進是他很 吃 新幣跟 技能點 然後 我們就 直接分解 比方說我現在分解這個 這個 鏈式夾層 然後 確定 他獲得兩個 你看他這邊會顯示 護甲材料2到5 獲得3個 他等級越高 就獲得最高3到9 獲得7個對不對 3到9 注意看喔不要點到你的裝備喔 裝備就 就報銷了喔 再來就是 像比方說我們的裝備 我們裝備可以把它卸下 那個卸下跟強化 強化就是你可以放剛才分解的材料 那累積到越高呢 就是對我們的爆擊力是越高的 OK然後 我們也可以把它拆下來 比方說 比方說把這個拆下來卸下 然後我可以到修理 台這邊 做分解 分解記得選擇降級分解 不要選擇銷毀分解喔 銷毀分解就真的是就沒了喔 記得要選降級分解 好 拆解一下 那我們獲得 這些材料 那這些材料怎麼用呢 我們可以用在我們的 這個上面 我先把它裝回去 來裝備一下 安裝 他現在降級了變17 17配 就所謂的叫做17配 然後 我們還可以強化剛才的東西 沒有 我光這個就加多少了 1萬多了 然後加兩個就 就18配了 OK 然後其他的呢 我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比方說這個 鏈式 傷害減免33% 如果按下去會怎麼樣 加一點點而已 OK大概是這樣子 OK 這個是加15 是加血量的 那我個人 我個人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血量其實不要那麼高 我們可以這個是最高的 可能可以到19配了 因為我這邊也降低一點 然後 這三個 負甲呢 差3點 比方說 比方說這個是 10 這個是13 這個是16 類似像這樣 就是差3個這樣子 OK然後再來是 武器 配件的部分 就是 我會建議 優先升級 槍托 因為他會增加攻擊力 攻擊力加完之後 你再升級 暴擊率 暴擊率 接下來才是我們的 這個 散步降低這一塊 然後 我記得 握柄 就是 輕武器三個 一樣等級 就是可能5啊 3個5 他的攻擊力是加1的 然後3個10 像我3個10 就加2 是這樣吧 對 那這個詳細的話 要去看一下 巴哈姆特的一些 一些公式 在講這個東西 然後重型武器就看你的需求啦 我是 都用5 就剛剛講到55 單個5的意思 配件將要到這邊 再來就是他可以轉移 比方說我今天 輕型武器是 是19配的 我可以轉移到什麼 重型武器去 然後按在這個之後呢 他這個 就變成1配 直接轉過去變19接的 這樣子 OK 然後 他也可以 合成 就是我們現在三個綠色 變成紫色 然後紫色有機會會爆掉 然後有機會成功 成功就變成一個藍色這樣子 OK 那我現在呢是 不想要去升我這個賬號啦 就是簡單 休閒完就可以了 那兌換的部分就是 當你打副本的時候 你會獲得這些配件 那這些配件呢可以換 你想要的東西 比方說我現在 我現在低階有300多 那他換一個輕型槍托20 我等於是可以換多少個去了 那他最多可以10個 就是200 會花掉200的這個東西 然後透過這個這邊去分解 或獲得一些機械零件 除此之外機械零件呢 可以在我們的商城可以買 商城的 金條有兩個 機械跟護甲的 然後會員 的話呢這邊也有 可以買 金條的 那如果你有課金的話 就是直接買太陽啊 那不用講 那我現在介紹的單純 是用的 是用的 因為很多人沒有 課金 這也是太陽配啊 有錢的就直接買了 就不用講 信用超市也很多啊 這邊 這一排全部都是啊 那現在大佬 幾乎都是 課金去買這些東西啊 這個武器店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 武器店也是可以買這個 配件 配件直接跟這個 主力王 直接跟他買 新幣的配件 每天有兩個 當然可以用訂閱的方式 訂閱的話直接寄到新箱 然後他也有這邊就需要 添加木頭跟石頭 這個需要藍色綠色支援 武器店的是可以用家具行的 那個砂岩來 來做 要50個 那我偷懶的話呢 我會用 好那我就買藍色 為什麼都沒有 試試看 現在要30個 50個 這好貴喔 看一下 製作 4000的材料 可以做一個這個東西 金額加起來也快2000了 這樣做起來之後呢 24小時後他會寄到信箱 再來是護甲的 護甲也是一樣 然後看一下怎麼買 一樣我一樣花錢把它買下來好了 也是不用那麼多啦 差不多 這樣子的數量 然後生產 生產中 24小時 他會寄到信箱 無課玩家怎麼樣去 獲得這些配件 最簡單 副本的 那些那些東西 分解掉 獲得這些機械材料呢 裝備到 我們的配件上面 這些全部都是提升攻擊力的 如果你發現你的攻擊力很差 就需要用這種方式來提升一下 以上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我來給你